哈喽 大家好 618买的东西到了 所以今天来开个箱 还有一个快递没有到 我本来想等它 拍视频拍到一半 我的外卖到了 下去取了个外卖 接着拆吧 然后先看看这个小的 看一下 看到这块写的color key 我买了两个他们家的那个唇釉 然后先天到了 我就只有一个唇釉 想试一试 是不同颜色的 不同品牌的 我之前的那个唇釉 就是完美日记的这个小钢管 它这个是H11号色 它这块小小的字 这块有写 H11 这个挺好用的 但是也不能只用这一个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双11的时候 乘了双11买了两个 哇 怎么这么多 我不是买了两只吗 我看一下 B1708 然后还有一个B1704 天哪 它不会是买一送一吧 先拆开 拆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它这个是B1708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长这个样子 它的外面的包装是这种 黑色的 然后透明 中间有一点点 可以看到里面的颜色的这种 磨砂材质的 然后常常的上面写的 他们家的品牌名字 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是看别的博主推荐的 在手臂上试一下 加深一点来看一下 它这个好像就是有一点点焦糖的颜色 加深是这个样子 它闻上有一股那种水果发酵的那种草莓 或者是蓝莓的那种味道 还挺挺好闻的 接着看一下B1704 但是我没想到它居然是买一送一夜 这么多感觉 也用不了呀 不会过期了的时候 这个是B7 这个是R704 这个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和那个包装是一样的 它这个盒子上面的这个 R704这一块 它给的这个颜色 就是有点偏紫色调的 然后再给大家试一下这个颜色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那种黄皮 黄衣白 然后大家这个颜色一上来 明显就能感觉到它挺显白的 这个颜色感觉就比较日常一点 下次给大家就是试着上嘴涂一下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颜色 好 这个cut key开箱就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下一个是什么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买的咖啡粉 咖啡 因为一直买那种一条一条 袋装和素绒的那种 买的已经太多 喝了太多次了 所以这次刚好是 留了把想 试一下那种 咖啡粉到时候和牛奶一起 它一起烹泡一起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 打奶泡的小机器 就是这个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买的是叫小红帽 但它这个还挺小的 就 诶 这是一个罐子吧 应该不是一个 这是好硬啊 就是完全硬的 但是敲着又不像是一个罐子 里面不知道是直接就是咖啡粉 应该直接就是咖啡粉 还是说里面有个小杯子之类的 我看一下 这个是这么开的吗 我是第一次买这种咖啡粉 所以我怕给它开错了 到时候没法保存就完蛋了 是这样吗 哦好像是 因为我明显感觉到 那个季刺就出来了 它应该是真空 抽的真空的那种 然后就为了保持它这个咖啡的 新鲜吧 然后我现在把它 打开看一下 能看到 里面好黑啊 它就是 给大家拿一个勺子 捞出来一点 让大家看一下 这样 它是这种磨得非常细的这种粉 不是那种 一大颗一大颗 它是这种细的粉 然后可以直接冲泡 我感觉这一大袋 这一小袋 虽然看起来小估计也能喝好酒了 注意把它密封一下 然后接下来就看一下我们 这个我买的 不是专门的那种好的一点 好的专业的那种打奶泡的机子 然后只是买了一个手动的 手动的那种 这个牌子叫HERO 英雄HERO HERO这个牌子 然后我是看到 他们家有很多 关于做咖啡的机器什么的 然后就买了一个还行 我看着挺方便的 因为我现在 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 专门的弄一些专业的咖啡 所以就买了一种 这种特别方便 它这个就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前面这个是用来打奶泡 叫HERO 看一下 它是这种可以充电用的 然后我买的是白色的 这边有两个头 一个是这样的 一个是这种打奶泡的头 一个是这样的头 反正这种头应该是用来 打鸡蛋用的吧 然后这个是一个充电的线 还有就是 我还买了一个它家的凉杯 因为打奶的话 还是用一个凉杯比较方便 给大家拆一下这个凉杯 像这个样子 玻璃两杯 每次一到开箱就感觉好 好暴力 因为一直开不开 就非常想把它扯开 长这个样子 挺大的一个 它这个写的 这块是700毫升 然后这块是糖 然后600克 然后还挺大的 和我的手心一样大 和我的手一样大 好大一个 这个因为放奶的话 你可能就放这么一半 然后再打一点 它会上来一点 所以买大一点会比较好 反正它这个质量还行 就是这块 给大家敲一下 就是稍微旁边有点薄 大家也可以从这看出来 还可以 下次用了 如果好的话 给大家说一下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 这个是一个眼影吧 应该是 我买的那个LA Girl 洛杉矶姑娘 是这个名字吧 洛杉矶姑娘 洛杉矶大妹子家的 一个眼影 怎么又是两个 我记得我只买了一个 我知道 它好像会给送一个那个 送一个粉底 应该是 会不会是那个粉底 哇 这个粉底 是我目前为止 见过最迷你的粉底了 这么小 它这个给我的是 02号 是吗 02号色 6毫升 然后是一个Foundation HT 高清粉底 他们家的一个高清粉底 这么小 下次也可以给大家试一试 我买的这个是 看一下 应该是买了两个色号吧 一个是这个 我试着拆一下旁边的这个 帽子两个是一样的 好像是买一送一吧 然后给大家试一下色 那我就只开一个了 给大家试一下这个颜色 就这样打开 它这个颜色是有一点 这个颜色是有一点珠光的 然后其他都是哑光 给大家试一下 这几个颜色 它这个粉质摸上软软的 特别舒服 绵绵的 然后非常的细腻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粉 还是这个手臂吧 不知道大家能看到吗 这个 它这个粉质摸着非常舒服 然后我买的是奶茶可可 还是什么颜色来着 我忘了 然后买一送一 这又估计又要疼下了 然后因为盐盐这种东西 也是需要好久才能 才能把它用完 肯定是用不完的 然后顺便我们反正 还有时间就把这个也看一下 它这个小的粉底 这个颜色一看 就比我的肤色要深很多 但是抹在手臂上感觉还挺 挺挺湿润的 不是特别黏腻的那种感觉 但一看 扎一看 这个颜色就不适合我 所以还是放弃吧 下次可以把它当成那种 阴影边缘的那种 好 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了 我的咖啡 我的凉杯 还有我的 打奶泡的机子 以及 我的color key 给了这么多 这就是我所有的 今天开箱的东西了 还有一个喝咖啡的 透明的小杯子 非常漂亮 然后之后到了 我也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我要赶紧去吃我的外卖了 因为它估计都已经快凉了 好了 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